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瓦格纳进军神速,前分抵达图拉,瓦格纳进军的速度的确是太快了,最新的消息显示,雇佣军的前分车已经抵达了图拉地区,而这个地方距离莫斯科仅仅300公里的路程,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全速冲分的话,再过三个多小时都有可能攻入莫斯科,所以外界在惊呼的同时也判断了瓦格纳早有叛乱准备,就是连车辆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普里格金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向俄罗斯国防部说要打量的武器弹药,说他的武器弹药都用完了,都消耗光了等等,看来都是为了储备武器弹药准备叛乱, 现在俄罗斯正规军倒是没有多少武器弹药,而且俄军的部队都被部署在赫尔松南部,敦巴斯南部,还有克里米亚,远水不解尽渴, 而且他们甚至油库被炸毁,武器弹药被炸毁,而且大量的士兵现在都在战壕上,根本就来不及撤回去来阻挡瓦格纳, 而且瓦格纳进军如此神速呢,还显示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沿途没有遭遇抵抗, 否则的话,你想任何这条路上,任何一个桥梁只要被炸毁,或者说你在上面堆几辆车,都能够阻挡瓦格纳车队几个小时,最少几个小时吧,有时候一天两天, 因为当时乌克兰军队面临俄军突然袭击,七路大军围攻吉普的时候, 当时乌军采取的主要战术就是第一,炸毁桥梁,第二,设立路障, 也就是把几辆什么卡车呀,装满石头,拖拉机呀,什么的,往路中间一放, 然后用手雷给它炸爆,俄军的军队肯定没有足够的吊车, 到地方一看走不动了,就等待后方,交通又堵塞, 等到七手八脚的后方调来,工兵部队把前面挡路的路障拆除之后, 几天的时间都耽误过去了,有人说得明星者得天下, 至少目前在俄罗斯,看来普里格金比普京更受欢迎, 普里格金一般被人称为大厨, 他是普京的厨子,其实普京的祖父就是克里姆林公的厨子, 所以在俄罗斯,厨子看来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其实在中国的厨子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一般人都看不起厨师, 但是我后来因为我有亲戚朋友是厨师, 我跟他们交谈,他们认为他们充满了优越感, 有人告诉我说为什么厨师好, 他说再好的食物我们厨师先品尝, 哪怕客人是省长县长, 他说那食物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 给自己扒拉一点, 所以先吃, 而且他们如果对我们不客气, 我们吐口谈, 他们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厨师是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食物链的上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讲究吃喝, 就是人民群众也好, 贪官污吏也好, 都讲究吃喝, 当然讲究吃喝那就要请厨师做饭, 肯定不能让自己的老婆在家里做饭, 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吃得那么简单, 要想吃得好, 必须要请厨师, 所以这就给厨师做各种各样的手脚, 或者说厨师品尝各种美食奠定的基础, 而且有一个厨师甚至得意的跟我说, 我们厨师找的老婆都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餐厅都用漂亮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当服务员, 而我们厨师就是他们的管理者, 不听话的话, 我能给他捉弄的团团战干了三天, 就得被开除, 所以说厨师看来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腐败, 堕落讲究吃喝的国家是混得非常的好, 好, 想话少叙, 纷纭突变, 俄罗斯权贵惊慌出道, 尽管瓦格纳军队上距离莫斯科现在还有300公里, 但是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俄罗斯高官权贵, 似乎正都在准备出逃, 今天已有三家俄罗斯总统专机晚间飞离了莫斯科, 他们上面做的可能是普京的直系军属, 也可能是普京的二奶三奶四奶和私生子, 他们正在紧急转移, 面对民众的疑虑为了安抚民心, 今天稍早时候,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澄清, 说普京本人不在这三家专机上, 普京并没有逃走, 依然还在克里姆林宫坚持工作, 据Flight航班网站显示, 莫斯科当地时间下午2点, 一家地属于俄罗斯总统机的呼号为RSD697的专机飞离了莫斯科, 另外还有一架呼号RSD523的A319专机, 以及另一架专机朝西北方向飞行, 而且航班资讯均没有显示其目的地, 这显然是想逃亡西方, 据专家分析, 说从这两架专机的航向判断, 他们极有可能是飞往普京, 位于诺夫格罗德州的瓦尔代湖畔的官邸, 因为该处官邸是普京的八个行宫之一, 不过现在消息证实, 这个专机已经飞到了圣彼得堡, 因为从那里面逃往芬兰或者西方国家更容易一点, 这个消息还说除了俄罗斯总统机队行动异常之外, 莫斯科也涌现不少私人飞机, 似乎都在准备出逃, 这其中就包含俄罗斯四大钢铁公司之一的北方钢铁公司老板的专机, 据说权贵们惊恐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保护莫斯科的主力部队, 除了少量的拿手枪的克里姆林公卫队之外, 竟然是穿着防弹背心手持机枪的莫斯科警察, 他们现在接到命令, 站在罗斯托夫和莫斯科的M4高速公路的入口和出口处, 准备抵抗共用军, 这简直就是拿鸡蛋喷石头, 所以普京真的现在处境危险, 居然只能用警察部队来抵抗俄罗斯最善战的野战军瓦克大, 而且现在不过普京也不甘灭亡, 他现在经过紧急运作, 刚刚叙利亚什叶派军事组织宣布, 他们正在调集部队准备飞到莫斯科去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 他们将在莫斯科保卫克里姆林公, 但是这让俄罗斯的大亨更加惊恐, 因为第一, 这显示普京走投无路, 鸡不择死, 居然调一帮的穆斯林精队来保卫莫斯科, 要知道叙利亚的武装战斗力并不强, 虽然叙利亚已经内战了七年, 到现在他们日子都很难过, 而且没有俄罗斯伊朗的支持, 叙利亚的什叶派武装似乎很快就会灭亡, 而且这些穆斯林武装到了莫斯科, 可能都是奔着俄罗斯的美女去的, 而不是, 或者美援去的, 根本就不会认真的打仗, 看来普京的确是走投无路, 鸡不择死了。 另外, 不光俄罗斯的权贵在纷纷逃亡, 民众的中产阶级也非常恐慌, 据说目前从莫斯科飞往地比利时, 阿斯塔纳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直行机票已经卖光了, 而且如果你要想能倒卖的话, 那能发大财, 据说价格可以翻到五倍十倍, 甚至最高的说基于在网上已经翻到了五十倍, 甚至一百倍, 但是仍然有人为了逃命而买下这张机票。 另外就是在俄乌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那就是乌军与瓦格纳夹击俄罗斯正规军, 今天早上就在巴赫木特城内剩余的瓦格纳少量部队与俄军开战的时候呢, 这个突然出现了第三方的军队, 那就是城外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就是重建后的亚述营, 他们呢突然也向这个俄罗斯正规军发起攻击, 炮火对准他们猛轰, 而且呢战场上给人的感觉呢是这个乌军呢与瓦格纳夹击俄罗斯正规军, 而且双方配合相当默契, 也就是说呢乌军现在不打瓦格纳, 瓦格纳呢也不炮击乌军, 据说目前乌军呢近战神术, 因为俄军呢现在受到夹攻, 现在惊慌失措正在退兵, 所以呢乌军已经进入到巴赫木特的市区, 而且已经开始占领几个街区, 看样子呢乌军很快就要收复巴赫木特, 嗯这场诡异的战斗呢也引起人们的推测, 大家认为呢普里格金呢在决心推翻俄罗斯腐败县政府之前, 已经与乌克兰军队暗通款取, 达成了默契, 也就是双方呢先合作打垮俄罗斯正规军, 别的问题以后再说, 这种评伙伙优优优独播剧场——